脫脂奶 一家族會看到脫脂奶 裡面的成份有奶固體 奶固體也是奶粉的一種 奶粉是用吹風機吹乾的奶 就變成奶粉 營養成份不會差過普通天然的奶 由奶粉變成普通奶 味道有少許不同 脫脂奶的原因是濃郁 沒有那麼稀 味道比較好 所以才會加進去 但要留意很多奶本身有不同的味道 有些奶可能是木瓜奶 朱古力奶 薑汁奶等都會有添加劑 又會加上額外糖分 例如有色素 我相信家長要留意 不能讓小朋友喝那麼多 有額外添加劑的奶類 添加劑可能過多的時候 有機會令過度活躍 我們都是想吃少一點 或者糖分也會增加了他們的體重 還有一些奶類 叫做UHT奶 究竟它的營養成份會不會不好呢 其實也不會的 只是用一個很短時間的高溫加熱 令所有菌都殺光 所以可以在室溫暑存 但味道當然沒有放在冰箱裡的奶那麼好吃 但它的營養價值不會流失太多 因為是很短的加熱時間 所以如果方便、快捷、儲存得久 我們都可以選一個包裝的UHT奶 另外還有一些奶粉 奶粉或普通奶都有加鈣 究竟那些鈣質有沒有分別呢 也有少少的 如果一包奶通常 普通不加鈣有300多mg 但加鈣就有400多mg 其實相差100mg 如果一個小朋友來說 其實大約要600-800mg 所以不用特別加鈣才有鈣 就不需要的 家長也不用太過擔心 我們喝一些沒有加鈣的奶 是不是等於沒有鈣呢 其實奶類本身也很高鈣 我們喝普通的奶都已經可以了 真的有農場的奶 經過一些加工均質了 然後再入包裝儲存的奶 我們就叫做天然的純牛奶 有些可能會由奶粉溶到水裡 然後再包裝的奶 就會有奶固體 有些成分不是100% 天然純牛奶的情況發生 就算是天然純牛奶 或者是由奶固體做的牛奶 其實分別不大 但味道有少少不同 因為由奶固體 或者是奶粉溶到奶 其實味道比較濃郁 但兩者來說 營養價值也一樣好 所以家長也不用太擔心 兩者有很大的分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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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